各位早晨,我是天文台的黎雲俊 首先看看維港的情況 見到能見到今早早都挺低下 其實我們現正受到一股潮濕的海洋氣流影響 為我們帶來都挺多水氣下的 而今早早維港是有霧的 能見到一度跌到一千米以下 所以航海人士要注意安全 至於溫度方面,來到七點鐘左右 是介乎在20至23度 天色方面,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一度雲帶正是覆蓋著華南地區 不過雲與雲之間也有些納粹 預計今天日間也會見到一些陽光 預料今天會是大致多雲 早晚會有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大概25度 出輕微至黃雲的東南風 我們預計未來幾天會繼續受到海洋氣流的影響 廣東沿岸地區會是潮濕有霧 日間是相當溫暖的 而去到這個星期的後期 至到下個星期初 受到一股東北高峰的影響 氣溫就會逐步下降 所以回到香港的天氣展望方面 預計未來兩三天 仍然都會是潮濕和有霧 日間相當溫暖 而去到這個星期後期 受到東北高峰的影響 氣溫就會下降 天氣講到這裡,下次見